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我們早安 我是電榻少女語音 Gogoro 在本週宣布 車主們可以騎車環島啦 官方表示說目前全台電子交換站 已經全數的串聯成功 包括在花東地區多數電子交換站 都已經在本週正式上線營運啦 目前統計下來 全台包括所有營運中還有建制中的 Gogoro電子交換站已經超過了1000座 真的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相當不容易的里程碑 那不知道現在正在看影片的踏友 有沒有人是GoGo的車主 並且有打算要騎身環島的呢? 再來呢手上的MacBook Pro的踏友 你們的螢幕用到現在有發生過什麼異常嗎? 因為最近啊國外有非常多的網友都表示說 他們MacBook Pro出現了像畫面這樣子 亮度分布不均的問題 而且主要是以2016年後 並且保固超過一年 然後是有配備 Touch Bar 的機種為主 那國外媒體是表示說 會造成這樣子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那些配備 Touch Bar 的機種 他們的鑿鏈區域是採用比較軟、比較薄的線材 所以當它經過太多次這樣子開盒之後 可能就會因為無法承受那個壓力而產生變形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就會出現像畫面這樣子 有舞台燈效、Spotlight 這種狀況 那如果你一直置之不理的話 最後可能會整塊螢幕都壞掉喔 那目前的維修費用的話 初步估計大概是需要600美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貴 而蘋果官方呢其實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出回應 其實真的是應該要趕快出面說明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來撫平一下用戶的心情才好啊 欸?折疊手機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但是你有聽過雙折疊手機嗎? 商品總裁林斌呢 本週在他個人的微博上面發表了一段影片 展示他們已經做出了全球第一支雙折疊手機 那他呢是在左右兩側可以同時這樣子向外折 就可以把原本平板的大小啊 瞬間變成手機模式來做使用 那據說呢他們是就經歷了非常多 就是軟體還有硬體上面的技術 克服了很多困難才可以做出來的 那宇恩目前單看這個影片啊就覺得 在整個操作上面似乎是還蠻流暢的 那林斌也表示說呢 雖然說他目前手上這隻只是一支工程機 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說不定未來可以考慮量產發售喔 不知道他有沒有會期待呢? 有沒有人跟宇恩一樣好奇 這樣子手機殼到底要怎麼裝咧?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喔 最後呢 台北國際電玩展也在今天正式開跑啦 那電壓商品當然也是會到現場 會把所有好玩有趣的遊戲 透過各種方式帶回來給他友們 所以大家記得要關注我們各個頻道喔 如果喜歡本週的科技情報 也別忘記要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 board services X X X 感谢观看